你好 欢迎收看4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观光局华东纵管处从民国89年开始 打造华东纵谷自行车油气观光产业 至今一具规模也相当成熟 为了进一步拓展客源以及多元化的发展 针对南区的富丽自行车系统 规划整顿东里以及安通两个铁马驿站 强化服务设施也串联周边的温泉 以及地景景观营造特色意见 看准了景陵台九县且周边又有温泉资源 观光局华东纵管处着手展开 安通旧站环境设施的改善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加上我们行政院推的近年减碳的部分 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华东从民国八十几年 就一直推广自行车 那目前也非常成熟 也常常有非常喜欢在大自然骑乘的骑士来到这边 那我们除了希望能够扩展这个客源 有一些是希望挑战的 有一些是亲子的 那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特色 能够让大家有其他的元素进来 让这个自行车在东部的发展能够更蓬勃 观光局华东纵管从民国八十九年开始逐步打造 华东纵谷地区自行车道系统及优器观光产业 至今二十三年都已具规模且十分成熟 日前也针对了南区预付自行车道系统 沿线的东里以及安通两个铁马驿站 进行整体规划强化设施服务品质 那第一期我们会先做这个驿站 能够有一些跳井休息或是领域或是铁马服务的部分 那第二期如果我们会招商 希望能够把这个安通温泉的元素也可以放进来 会做一个倒坝 就是会分两期 那第一期的工程我们希望会在粘度体完成 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建筑执造的申请部分 那后续东里驿站也会整体来规划 目前我们会预计到一百一十四年才会做 那边也会有规划这个露营区 所以整条路线的这个串联跟元素会有比较多元化的规划 在主客观因素考量下 观光局画动众馆处配合台九线拓宽工程 今年度赤资两千多万元 首先进行安通铁马驿站硬体设施的整顿改善 第一期的硬体工程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完成 而至于东里驿站的部分 处长郭振林则说 规划将在一百一十四年 接续推动办理打造南区完整的环状森林铁马线道 记者是玉兰对岁预理采访报道